16日晚,铃铛微博发文称,粤语俱乐部拖欠他与其他6名羽毛球运动员的薪水。 自2016年初,与该俱乐部签约,俱乐部便长期拖欠几位运动员的薪酬。 在他的声明中,他写道,我们多次与粤语俱乐部沟通支付薪金事宜, 而至今,俱乐部的解决态度实在是让人无奈及失望, 为俱乐部争得荣誉的时候,我们无所保留。 请不要让我们的汗水白流。 随后,他也与其他运动员共同要求广州市粤语羽毛球俱乐部有限公司高军级附训支付拖欠击击, 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网友纷纷评论,超级单也遇这等事,大中华流氓遍地,希望大家好好解决哦。